坐船在高雄港内看向港边陆地上的各项建设和特色建筑 美丽的港景以及高雄环港轻轨 确实让人直接感受到高雄港式的进步 机动市议会民政小组以及建设小组议员们 在召集人郑文婷和陈明健带领 以及机动市议会议长佟子伟陪同夏 专程到高雄市议会拜会参访 受到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的热情欢迎亲自接待 那时候人盖这么大街也算有眼光 对 包括民进党机动市党部主委 也是资深前机动市议员苏仁和随同议员们 一起拜访高雄市议会 并且参观高雄港务公司 以及各特色码头和港部设施 机动跟高雄市我们的整个海岸的这样的一个门库 一个北一个南 我们今天来到高雄市来参观 希望把高雄市整形这样的一个海景 能够和我们基隆来做一个结合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感谢我们议长 同议长能够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能够让我们整个北 基隆南高雄市的整个海港的门库 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经济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子伟表示 机动和高雄都是台湾面向世界的窗口 希望维系南北两个港都的交流 合作晋级跟世界交朋友 跟产业的发展上面都有很多共同相似的地方 只是高雄港的资源 跟新闻港的资源 当然一个是吉较市 一个是省较市的关系 但是我们有很多可以参考 包含我们的这个轻轨 还有博二特区 博二跟这个轻轨 我们大概大家都有经验 留一点印象 我想都发展得非常的成功 那最近听说这个廉价 高雄这个高铁进来都是客满的 所以代表他们这个观光推动的实在是非常的好 那对我们基隆来说 我们现在正在议后转型的阶段 我们当然要有一个持续努力的空间 跟进步的机会 所以我们来今天的这个机会来学习 我想真的要谢谢康议长 所以拜托我们基隆市议会给高雄市议会一个掌声 高雄市议会议长康玉成则指出 基隆和高雄市议会有越来越多年轻议员和资深议员互相交流 相信会积出更多元的市政建设 而高雄近几年来的建设和进步是大家有目共睹 希望基隆和高雄持续相互交流 让双方城市继续进步 高雄市议会议事厅里面在环形天花板上有相当引人注意 以刻度写下的38个行政区 象征着广大民众的府市监督 行政区简化呈现在主席台前的38个方块 象征加持于议会主席 强化市议会的代议政治本职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